大家好我是咖蛋 巴列島這次2.0更新 讓前代的NPC壽博 以店家的形式回歸囉 啟動壽博商店的方式 是從機場前往巴列島 捐款10萬元零錢 給巴列島上的 能從居家收納空間 運送物品的專家擁有 隔天搭飛機去巴列島 就能夠看到獸博爺爺 在巴列島的入營車樓 獸博每一天營業的時間 是從凌晨的5點到晚上11點 烏龜爺爺的店家服務 跟這次更新的置物櫃相同 可以從家裡的空間拿取物品 或是將背包的物品 放進居家的倉庫中 感覺還蠻方便的 突然哪一天我可能去巴列島 買太多的東西沒地方放 尤其是那個狐狸的抽獎箱 抽了一堆東西沒地方放 這個就很方便了 直接把東西傳回去繼續抽 最大的重點是 獸博會在秋季的期間 打扮成相博的樣貌 送給玩家項力 我們可以每一天去巴列島 找扮成項力的獸博拿這個項力 每一次拿到的項力 數量都是隨機的 我目前這樣子測試下來 每一次相博給的項力 最少有6顆項力 最多拿到10顆項力 如果有島主拿到其他顆數的項力 也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一下喔 這邊我也花了一點時間實力 測試了一下 獸博打扮成相博的時間 是從北半球的9月1日到12月10日 這剛好是項力季的季節 所以這邊推算 相博在籃半球出現的時間 會是從3月1日到6月10日 因為巴列島的商店廣場 是整座本島玩家通用的 在獸博的商店啟用之後 同座島嶼的分身島主們 也可以直接去巴列島領項力 每一台主機可以有8位島主 這樣子一天就可以領8次項力囉 附帶一提 若分身的玩家 在面具相博的活動時間 第一次上去巴列島 獸博就會以原來的面貌 跟玩家初次見面打個招呼 下次去巴列島見面 才會打扮成相博的樣貌喔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不曉得你們是不是 都已經開始收集相力了 如果你喜歡卡丹的影片 可以在底下點個喜歡 給我的力量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瑪丹捏 瘦博就會以原來的面貌 跟玩家初... 阿... 哈... 這個影片 可以如何寫實 到點文廚 點 sax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